记者林新若台北报道,全联今年欢庆20周年,员工登玉山庆祝,全联吉祥物福利雄也一起成功登上玉山祝风,是台湾第一只在玉山之边流影的企业吉祥物,登顶过程中可爱的形象让很多山友看到它都忍不住要求合照。 全联自三个月前开始规划让一级主管代表全联登玉山的活动,期间主管们各自进行进罗密鼓的训练,公司内部登山社也举办多场训练,还有主管每天都爬19层楼回家电体力,就是为了登顶的这一刻。 虽然过程除了有许多险破和障碍物,还要同步适应大气压力,身体负荷很大,但更困难的是要克服心理障碍,不断说服自己要坚持下去。 回顾全联15周年时,全联主管们齐力完成了骑脚踏车环岛的壮行,今年20周年规划玉山工顶行,董事长林敏雄与夫人都非常关心此行,给予充分资源与关心,才促成此次高阶主管玉山工顶行顺利完成。 全联吉祥物福利雄今天成功登上玉山助风,成为全台第一只登顶玉山的企业吉祥物。 全联提供